我觉得我跟米卡待在一起 特别的 特别的踏实 你看我出任务训练什么的 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就是吧 就是吧 你特别爱跟人家撒娇 哪有啊 什么哪有啊 邢克蕾 你对别人都那么凶巴巴的 你说你一钢铁也真难 你怎么一见着米卡 你就那么好意思撒娇呢 让人给你喂喂饭扣扣子 你自己不觉得肉麻吗 没有吧 没有吧 我下次给你录下来 你自己看 我跟你说正事呢 别打岔 你说呀 你看啊 我俩相处这么久了 彼此的感觉也都不错了 也经历过生死 是不是应该 求婚了 你不会是来 征得家里同意的吧 完全不用 咱爸妈说了 你只要结婚 跟谁结不重要 我就是觉着 这么突然 会不会吓着他 勤克蕾 你现在真是被米卡给改变了 你都说要换都换失了 结婚嘛 毕竟是终身的大事 我也不希望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 勉强 你俩在一起 有小半年了吧 如果加上之前那个事的话 三年了 人家那时候不是你女朋友 那你要干吗 说 什么计划 戒指 求婚 结婚 生孩子 到不了生孩子那一步 先戒指 那个 我过两天正好去上香港 你看着哪个款式呢 给我发图片 我给你买回来 钱的衣服 行 那个 我回去把她戒指拿回来 别别别 她前两天带过我一个戒指 我知道她手指头的那个手寸 你是不是走就算你好了呀 怎么比我还着急 是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爸妈说了 咱们两个人里边 只要有一个结婚 你现在不是先结了吗 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呀 您和少主啊 也抓紧去 铁树也得开花啊 不用你管 盛汤去 我家手冻了 湯医生 干吗 你一个人都不管了 能做什么 你再也拿了 她快到了 поскольку我都不开心 你别把这个门留 你怎么 我要来 然后走 在队里也没见到他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 别打电话 说实话我 我根本就没想到 自己会申请上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早点跟他说 现在 现在觉得 好像自己很不尊重他 也是 要不这样 我帮你跟他解释一下 不用 不用 我还是我自己家比较好 也好 状态不好 吃完班早点回去休息 谢谢少帅 好 没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光想跟你专业有关的事是吗 其他的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其他 难道我推荐米卡 去这个专业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错呀 这个对她的未来有很大的好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米卡走了以后 她很有可能跟我弟就像当年的 你跟我一样 我没错 她要带她 我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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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甚至远 我忘了 我改那 我让你来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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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去 你去 我来 你去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确实是我推荐米卡去的 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 对于她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今天是通知她过了初选 后边还有一个视频面试 好 可是他也没跟我说啊 可能他觉得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吧 而且通过率很低 没提前跟他们打招呼 我姐说要两年 这一开始的培训是两年 他如果成绩优异的话 可以在外外去申请一个 三年的高级计划 这 起来一块儿就五年了 挺辛苦的吧 克勒 你跟米卡不是一直都挺好的 也没什么矛盾 米卡又挺直接 心思又简单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呗 别藏着掖着 干嘛去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我想跟他说 不是米卡去上学了 他们两个就要分开 不能带着这种假设 去这么想问题 那你怎么不当他面说呢 你刚才不是 我说什么呀 我说中国天爱也是 有二十多人 不就行 这一回是 你为什么啊 感谢观看